本斯蒂勒神奇博物馆的守卫员 艾米·亚当斯与男主产生感情的复活雕像 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夜班保安拉瑞·戴利终于过上了舒心的生活 他用记今两年就成为了很受欢迎的电视主持人 而当他故地重游意外地发现博物馆就要关闻整修 并将大部分藏品挪到史密森博物馆继续展出 夜晚复活的展品们向戴利数据了他们的不满 戴利得知被挪走的藏品会因远离阿卡曼拉的复活金牌而不会再复活 戴利回到家中但他接到了牛仔小人杰迪戴亚的电话 杰迪说明由于猴子偷偷拿走了复活金牌 令史密森博物馆的所有展物复活 这其中包含了阿卡曼拉的哥哥卡门拉 而卡门拉和他的手下们袭击了杰迪等人 担心了戴利来到史密森博物馆 并在自己孩子的帮助下在夜晚潜入了史密森博物馆 找到复活金牌的戴利正好发动了他 这里史密森博物馆的所有展物再次复活 而戴利原来的展物朋友们也都被卡门拉抓住 卡门拉计划用复活金牌来召唤士兵继续统治世界 戴利利利用卡门拉的好奇心将复活金牌再次抢得到手 逃跑的戴利遇见了复活的美国第七骑兵队将军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特斯 以及第一个飞跃大西洋的女士 阿美利亚·埃哈尔特 乔治被卡门拉抓住 并开始准备领导戴利的朋友们来一次反击 而阿美利亚开始帮助戴利 躲开卡门拉手下的追捕 卡门拉为了征服世界 而找到了博物馆内其他的坏家伙 恐怖的伊万 拿破仑 波拿巴 年轻的艾尔卡彭 他们决定跟随卡门拉 而这四股势力开始抓捕戴利 必要为卡门拉拿到复活金牌 在逃亡中 拿破仑抓到了戴利 而小人牛仔杰迪戴亚 和小罗马战士奥格塔维尔斯 在开始行动时被发现 杰迪被卡门拉抓获 正当这时 得到复活金牌的卡门拉发现 金牌的密码被改 而不能召唤士兵 他以杰迪的性命做威胁 让戴利长出密码 寻找密码的过程中 阿梅利亚表现出了对戴利的好感 而戴利在遇到只有半身的美国26届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 思考者巨大的亚伯拉罕·林肯之后 找到了自己在博物馆 遇到的爱因斯坦 晃头娃娃 并得知了密码 就是圆州绿 戴利乘坐阿梅利亚的飞机 躲过了卡门拉手下的抓捕 并救下了结底 抓住爱因斯坦的卡门拉 得知了密码 并开启了大门 而召唤出半人鸟士兵 就当卡门拉以为要胜利的时候 巨大的林肯到来 并打退了半人鸟军团 气急败坏的卡门拉和坏人们 打算杀死戴利 这时戴利的所有好友到来 并和恶势力打作一团 最后卡门拉被戴利打败 正义的展品们获得了胜利 而所有展品在天亮前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最终戴利卖掉了自己的公司 重建了纽约自然博物馆 并继续当一名保安 当他和所有展物好友又在一起时 他也找到了一个和阿美利亚 长得一模一样 并让自己心仪的女孩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